阿强是一位来自县城的大学生,高考时因为听亲戚说学建筑能挣大钱,于是就选择了建筑学。上了大学之后发现这个专业有点邪门啊,不是说好的搞工程吗?怎么一来老师就让我们画水彩?刚笔画,阿强是个技术宅,从小就没接触过美术,虽然寒暑假都去报班学习手绘,可是出图还是很垃圾,转眼就到大三了,终于可以用电脑出图了。 银人三年之期已到,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阿珍,欢迎回到莱珍的频道,开头这个动画纯属娱乐,这部马上就要开学了,可能很多同学都有买电脑或者换电脑的需求。 这期视频我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给大家讲讲怎么选电脑,这期视频主要是面向小白设计师,包括建筑、景观、规划、室内等设计专业, 是比较入门的一些基础知识,如果你平时对电脑本来就有很多的研究,那这个视频可能对你帮助不大,这个视频不会推荐具体的配置,因为电脑技术每天都在进步,这个月推荐的配置可能下个月就失效了,但是我会给你们说怎么去找到你想要的这些信息。 第一个问题是笔记本和台式怎么选择,我们先对比下各自的优缺点。 此外说笔记本,主要的优点就是方便,你可以在宿舍、教室、图书馆、灵活的移动。 笔记本的缺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不方便经升级,二是同样的性能价格会比台式机贵一些。 台式机的优点正好反过了,一个是灵活性高,可以逐步升级更新配置,另一个是同样的性能比笔记本更便宜。 但台式机它主要的缺点就是笨种,配了台式机经常要更换使用环境是很麻烦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这期主要是讨论学生的电脑,工作之后单位会配台式电脑,如果你上学的时候配了台式,工作之后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自己的台式电脑很有可能就只能拿来吃灰了。 综合比较下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是普通家庭,预算有限,并且是计划买第一台电脑,我建议你把所有预算都拿来买一台性能足够的笔记本电脑。 如果是10年前,我可能不会这样子建议,但是现在的电脑技术进步太快了,我觉得一台好的笔记本已经足够应付大学的学习。 如果你要配台式电脑的话,最后你会发现你还是要有一个笔记本才方便,那这样还不如直接配一个好一些的笔记本。 如果你现在手里已经有一台笔记本,但是你觉得性能不够好,很多软件带不动,那么我的建议是把新的预算全部都拿来配台式电脑,就不要再去买一个更好的笔记本了。 这样子你花同样的钱可以得到更好的性能,你可以把台式放在宿舍或者专业课教室,反正你自己平时做设计待在哪里的时间最多就放在哪里。 笔记本的话主要就是拿来做展示用,查看你的设计成果,这种不需要什么性能。 如果你加进英识,预算充足,那你可以关闭这个视频,也许你不会挑电脑,但全会。 我上大学那会,因为笔记本的性能整体上跟现在还有很大的差距,那我自己预算又有限。 我的做法就是配一个台式电脑,然后做完一个作业换一次教室,我就扛着电脑到新的教室。 平时我就只回宿舍睡觉,做作业的时间都呆在专业课教室,但是我们专业课教室是不允许通宵的,经常就是快乐教徒了发现,我吵,不通宵根本就画不完。 于是教徒之后又把台式电脑扛回宿舍,反正台式电脑就很重一坨,搬来搬去很麻烦的。 那个时候没钱,又想追求好一点的性能,就只能这么干。 我最近也是采买了一个笔记本,我发现现在同价位的笔记本已经比我当时用的台式电脑好很多了,所以你们大可不必这么折腾。 当然你说你要追求极致的性能,愿意折腾,我也不反对,反正我把这样做的优缺点都告诉你们,你们可以自己去权衡。 在这里补充两个小的知识点,第一个是在建筑学相关的领域很少有人使用苹果电脑的。 在大兴设计院里面,苹果电脑往往是前台用来装点门面的,因为做设计用到了很多工具软件,苹果系统都没有办法使用。 我个人本身是非常喜欢苹果的产品的,但是真的非常不建议建筑规划景观这些设计专业的学生去购买苹果的电脑。 我买来还是装windows的系统,你就是喜欢那个logo。 第二个就是你预算够的话,可以考虑多买一块屏幕,不管你是用笔记本还是用台式电脑,两块屏幕都可以大大提升你的工作效率。 你可以一块屏幕全屏播放爱奇艺,一块屏幕全屏画图。 开个玩笑啊。 你可以一块屏幕开着SU建模,一块屏幕开着参考图,两边对着看,或者一块屏幕开着quatshopper,一块屏幕显示rino界面,都是可以提升画图效率的。 不用一块屏幕分成很多小块,感觉心情都会爽一些。 现在好一点的设计院,双屏幕应该都是标配。 第二个问题,我们设计师买的电脑应该关注哪些参数? 我自己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作为设计师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电脑用来画图会不会卡顿,而不是用什么型号的硬件。 就跟手机拍照一样,消费者关心的是拍出来是否好看,你背后怎么实现的,其实不是消费者应该去关心的。 所以在谈到具体的参数之前,我必须先说一下设计师常用的软件。 首先,最常用的三件课,人人都必须会的SU,CAD,PS。 然后做一型比较多的同学可能会用到Ryno,分析图排版可能大家都会用到AI ID,然后渲染软件常用的VRig,Rumi,Inscape。 可能一些建筑系的同学还会用到Rabbit,规划的同学可能会用到Archis,这些是主流的最高频的一些专业软件的使用情况。 其他的一些小众软件使用频率不是特别高的,这里就暂时不考虑了,反正你也没有必要单独为了那个小众软件去买电脑。 因为时间有限,这一期主要是讲硬件的,大家想要了解目前2020年设计院工作各个软件的实际使用情况,可以把想要打在公屏上,我后面再单独录一期。 各个软件的需求配置,他们的官网一般都可以查得到,我们以巨无霸软件Rumi为例,我们进入官网找到Product Requirements,下面就会根据你的需求给你推荐三个档位的配置,一个最低配置,一个推荐配置,一个高端配置。 如果你想要在自己的电脑里面使用这个软件,那就不能低于最低配置。 如果这个软件你使用的频率很高,那最好能够达到推荐配置,高端配置就看个人的经济情况了。 一般来说带着动Rumi的配置,其他软件问题都不大,我自己买电脑也是这样子,先想一下哪个软件平时用的最多,对电脑性能要求比较极端。 那就先把这个软件解决了,其他的自然也就解决了。 那我们常用的软件里面,Rumi对显卡的要求是很高的,但这里面有个坑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去买那个专业的图形卡。 我以前遇到过一些大一的小朋友,他们听信奸商的话,花很高的溢价去买专业的图形卡,结果跑Rumi都跑不起了。 专业图形卡确实对CD这次软件有优化,但是你相信我,就是能带动Rumi的游戏卡,难道画个CD还能有什么幺蛾子吗? CPU的话,像Vray这种传统的渲染软件对它的依赖度就很高,如果你平时工作流程用Vray用的很多,CPU这块就可以适当的配置好一些。 CPU属于什么软件都需要用的的大佬,至少不能太差。 内存的话,像你平时用PS画图,关系就挺大,内存小就会很卡,建议16G起步。 CPU,显卡,内存解决了,其他的都是小问题,同时带着动Rumi,PS,Vray的电脑,你就不用考虑SU CD会不会卡这种问题了。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选购电脑前可以查看信息的平台,因为现在技术进步太快了,今天给你的配置班可能下个月就过时了。 建议大家买电脑之前自己检查一下这些信息,对比一下。 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些UP组,它们也有对应的公众号,它们都有紧跟产品的评测和科普。 如果你是买笔记本电脑的话,在笔疤评测的公众号里面,会不定期的更新笔记本的选购质量。 可以看到市面上最新的不同价位的笔记本,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去对应的区间看,然后每一个产品的优缺点也有简单的介绍。 你可以根据这个先找到两三款自己觉得还OK的产品,然后再去B站收入一下更详细的评测,你对它的了解也就八九不离十了。 如果你是自己配台式电脑的话,CPU天梯图和显卡天梯图这两个图一定要去看一下最新的。 CPU主要就是Intel和AMD两家厂商,显卡的话主要就是英伟达和AMD两家厂商。 现在硬件的价格基本上都是透明的,你通过正规平台购买也不太可能存在被欺诈的可能。 我们设计专业是一个对电脑性能需求比较高的行业,不像有些文科的同学,就用用office就行了。 我建议大家买电脑的预算6000起步,在学校里面没有必要那么注重品牌外观这些因素,因为作为一款笔记本,陪你上完大学基本上就被淘汰了。 你需要的是在大学期间尽可能的压榨它,让它为你干活,所以花同样的钱尽量买一个性能更好的,用起来更舒服。 本来你就预算有限,再多花几百块钱去买一个logo也完全没有必要。 我自己是一个很重视工具的人,我是那种宁愿省吃俭用也要尽可能把自己电脑买好一点的人。 我觉得画图不卡顿对我自己画图的心情影响还挺大的,以至于我去了设计院上班之后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有点不适应。 因为设计院标配的电脑其实比自己的电脑配置要差一些,一般设计院标配的台式电脑应该是在5000块钱的样子。 你们也可以按照这个预算的标准去配置自己的电脑,那么换算成同样性能的笔记本的话可能就需要增加大约2000块左右的预算。 最后我想给大家说一下,你能做出什么样的设计,画出什么样的图纸,跟你用的什么电脑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见过那种花了很多钱配置豪华的同学,想着画图会比较轻松,结果买了电脑天天打游戏,最后一周又来年的通宵。 你要清楚你买电脑的主要目的是干什么,电脑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一个工具而已,硬件也好,软件也好,它们都只是你的武器。 如果你有清晰的目标,好的武器当然可以帮助你更精准的拿下猎物,但是如果你自己本来就没有目标,武器也不过是玩具罢了。 设计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行业,很多时候你觉得别人做了一个很好的设计,画了一张很惊艳的图纸,你就好奇这个是怎么做的,电脑是不是要很好才行。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到最后你会发现同样的图纸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画出来,最最重要的是你压根就想不出来,图纸原来还可以这样画。 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硬件软件只是工具而已,真正决定作品的还是你的眼界你的思考。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请记得一键三连,更多有趣有用的知识,我们下期再见。